因為好 這是男生這邊的介紹 還是要問一下施雅 覺得有沒有剛剛聊天過程中 有好感的產生 我覺得他滿誠實的 我覺得至少很誠實 對 他沒有硬冰一些什麼小故事 奇奇怪怪的故事 或是硬掰出來什麼的 就還不錯 原地結婚 妳幾公分 中文 沒有啦 什麼英文啊 一八七 很高耶 那一百九耶 對 施雅妳幾公分 一五八 好浪漫耶 很浪漫耶 等一下 重點 妳幾公斤 七十五 七十五 沒有超過 七十五 完全是你標準型耶 有沒有補喉 有補喉吧 而且是白鏡清秀 妳有肌肉嗎 妳可以摸好東西 也有摸耶 其實有 妳放鬆 而且 好硬 怎麼樣 有 她有胸肌 還有喔 而且她們今天衣服也太配了吧 她們兩個今天行履妝耶 超帥的 超帥的 超帥的小盒 有 斯亞 有沒有打動妳 對喔 斯亞 如果妳覺得 今天有不錯的對象的時候 妳是不是有準備一個 什麼小東西要送給對方 又要準備小禮物 謝謝 好配喔 我們今天真的很大耶 好高喔 很大耶 妳上什麼 妳要介紹一下 我上了一個 有一個牌子的香水 那妳送香水有什麼寓意嗎 可能它可以拿來噴 讓家裡香香的啊 或是是生 就是如果她不喜歡這個味道的話 可能可以 用在別的地方這樣 哪裡 別說可以 送給別人 或什麼 送給別人 或是噴廁所啊 或什麼 就是讓環境是很開 香香的這樣子 妳現在在她旁邊 是不是有點緊張啊 對啊 小魚輪刺耶 妳要不要跟她聊聊天啊 問一下妳真的想知道 她都不敢看她耶 好好的 妳要 禮貌要看人家 對啊 不敢看我上去喔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覺得上次跟妳碰面 好像應該是兩三年前 對 我還記得 對 很久了 很久了 對 就這樣 在下一題啊 怎麼會是 在下一題啊 就等一下錄完影的話 妳 沒有事嗎 一 一 沒有 沒事 妳真的 妳是講真的嗎 不要演喔 真的 講真的 對啊 我講真的 等一下錄完影 我們會跟拍喔 你如果沒有 你如果沒有帶來吃東西 真的喔 對啊 我們也不知道 趁著我會掉你喔 你是真約還假約 沒有 是真的OK啊 是真的OK啊 你也沒事是不是 對啊 我等一下也沒事 可是第一次就單獨 吃飯OK嗎 你可以 吃飯可以 所以你現在腦中有什麼 適合的餐廳嗎 那個寧夏夜市吧 對啊 寧夏夜市 因為等一下錄完 就很晚了嘛 所以應該就是 夜市還不錯 寧夏夜市可以嗎 可以 那就是要去喔 因為你們都說可以 我們會追蹤喔 然後要PO現狀是不是 一定要喔 好 歡迎 等一下還有是那個 資會讓你們互動 對 謝謝 歡迎 謝謝 我們節目是禁止假約的喔 所以緣緣 你看我們第一位來賓 是不是知道我們節目單位 是不是有多用心 好良心企業 真的好棒的一個節目喔 我穩了 我OK 我就在今天原地脫單 妳是不是怕我們節目 會找那種搞笑的來 為什麼 小鐘哥也不算搞笑的嘛 白雲才算啦 對 好髒人喔 趕快 妳的條件 快... 快告訴大家我的條件 180 怎麼又是180以上 因為我歷任男友 其實我本來想188啦 但我怕就是 就是有降低一下 因為我之前歷任男友 都188以上 然後因為都運動員比較多 然後譬如快兩百的那種 之類的 所以我就會比較喜歡 比較高一點的男生 然後年紀就越小越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最近 我就看到譬如說 像蕭雅軒那種的有沒有 年紀越差越大 十三十六的那種 我覺得好興奮 我覺得好開心喔 就是我覺得如果說這種 這種姐弟戀 現在已經成為一個流行 然後我就想要那種 就是很小的小朋友 妳現在幾歲 不好說 好說喔 就講出來啦 不好說 這樣之後我就 路就會被斷掉 有三十五嗎 差不多 三十五六這樣子 對 對 就算妳三十六好不好 好 所以妳希望她多年輕 二十 二十 二十一會不會太年輕 我笑的咧 她嗨起來咧 但是我覺得她會那個喔 就是要很陽光 很健康 然後會打籃球 然後穩定收入 當然是我不希望養她啦 這樣很容易會變成那種 阿姨我不想努力的 那我覺得我很可憐 所以我也希望說 她要穩定收入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感情經歷不要太少 對 我是很特別 可是妳要年輕的 又要感情經歷不要太少 那她幾歲開始玩了 十一吧 那妳還好 可能十一 OK 妳這個很少 妳是不是有點矛盾啦 妳這個 馬上就是到底要 所以我就跟她說 怪啊 我就希望她感情經歷不要太少 因為二十一歲 已經交過十幾個女朋友 妳覺得這樣合理嗎 二十一歲才是正想玩啊 她怎麼可能 對 好 不要二十一啦 如果二十七八那種之類的 就是她已經玩過一陣子了 然後不要 但我不要那種 就是沒有談過戀愛的 OK 對 圓圓開的條件 其實也滿難的喔 對 好難喔 但是我們製作單位非常厲害 因為我們也是說 從全華人去找 好期待 來囉 圓圓的理想型 已經到我們現場了 掌聲歡迎 怎麼搞不好 因為她運動帥哥 可以耶 好可愛喔 很可愛耶 然後我是易凱 請問你幾公分 一八二 有六塊雞嗎 她有 我知道她 妳也六 我知道她 為什麼 妳知道她 因為呢 我在兩個禮拜之前 KTV包廂才遇過她 為什麼 沒有 你們有共同的朋友嗎 你們有共同的朋友嗎 對 不知道耶 她不知道 你不是她在裡面 我不知道 你沒有遇到這個人嗎 不是 因為我進去都是 坐著 我也沒幹嘛 也不是喝酒 對 我都沒喝酒吧 她就是 她跟她另外的朋友 然後站在那個前面 因為那天 包廂很多人 然後我跟她坐 她坐在前面 然後我一坐在這邊 然後我們都沒有講話 可是妳就注意到這個男生了 對 妳就覺得說 那個男生還 妳摸摸摸 妳們怎麼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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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怕 等一下 等一下 第一天KTV包廂的時候 好傻眼 那天KTV包廂的時候 妳就已經覺得 這個男生帥了嗎 對 好 OK 好 好 然後沒機會講話 兩個禮拜在這邊相遇 我真的超傻眼 這沒說 這沒說 真的 主要的顧客是 圓圓是誰嗎 有 注意 所以她的外型 還有她講話的方式 是妳可以接受的嗎 我覺得她是 就是 因為她 我那時候看到單身十一年 我在想很多事情 什麼事 就是 我想說 就是會先想說 她是不是 個性很強 不是 有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 條件是不是很挑 對 但是我覺得挑的女生 反而比較好 因為這感覺就是 她先比較會愛自己 才會愛別人 對 我覺得這是好的 很會講 那你感情經歷有沒有 就是還滿多的 你有玩過嗎 我教過三個 那我都以結婚為前提 好 因為我不想要 浪費時間 在別的女生身上 所以你是 不會玩flirt 曖昧那種都不會 專心的 但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的工作是什麼 我本身健身教練 健身教練 然後我也是籃球員出身的 對 之前是哪一個那個 府人大學 對 那很想耶 可以 所以六塊字要check一下嗎 我可以嗎 可以 還是說其實這一段 也不用了 我們就直接 是 到 什麼啦 好急喔 你來看一下我們節目有多用心 你要六塊錢 我們就給你六塊錢 好可憐耶 來了啦 但是十一年 在KTV沒有摸到的 兩瓶完全真的啦 而且我跟你說 我們在KTV沒有摸 在KTV怎麼樣 在KTV的你那個朋友 他前兩天在那個 情人節的時候放閃了 對 你知道是誰嗎 你是說 很會 你這個小妖精 你這個小妖精 很會耶 很會喔 我在跟他說的是誰啊 你有聽到嗎 你可能沒聽到 我再跟你講一次 好啦 我真的沒聽到耶 你真的沒聽到嗎 我真的沒聽到 但是你是要出來 確認他的六塊錢 對 差點忘了 健身教練 籃球員出身 一 二 三 四 你看很對稱 是八塊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八塊 天啊 超過 那我是不符合 天啊 八塊 好 小妖魔 好可憐 我覺得妳要準備禮物嗎 我有準備 趕快拿過來 來了啦 快一點 還有Amanda的啦 對 我現在很緊張 妳現在有點期待對不對 前面兩張太強了 好厲害 前面兩張太強了 真的太強了 我跟你講我今天其實 單身十一年啊 然後來上節目 我真的有備而來 所以以交往為前提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我結婚 以結婚為前提 所以我今天來呢 我其實我也是把我 就是我覺得我今天是全然 就是想要跟這個禮物對象 而且我也很相信貴節目 所以我準備了一份禮物 我比較有前瞻性 我送了這份禮物 一巴打開來看 就是 你看一下 我覺得你可能會喜歡 你想要小孩嗎 我喜歡小孩 我的天啊 因為我本身有教 就是教體育 教小朋友體育 體育課 對 愛 因為我很想小孩子 對 愛孩子 你很猶豫 裡面不會有包小孩吧 小孩 這是小孩嗎 小孩 好 好 你們也太可怕了吧 你們 小孩呢 你會不會嚇到男生啊 你們會不會嚇到嗎 我 太快了 我真的太快了 好嚇人啊 第一次見面就送這種禮物 這個要生小孩的意思 我想要測試他看一看 我想要測試他如果 他真的馬上甩頭就走人 那可能就不會成功 可是他還好好站在這邊 因為他撐住禮物 對啊 他那一甩頭就走就 沒有錢耶 因為我公告費 這只是一個測試啦 你不要壓力太大好不好 我只是想說 剛好用這個來測試男生 他的反應是什麼 所以有真正的禮物是不是 也沒有啦 沒事這樣 就是這一個這樣 對 那我要提著嘛 那我給你一個 一個壓壓筋好不好 這是我從韓國排隊 排回來的 然後讓壓壓筋 這不是這樣 壓壓筋 對 讓壓壓筋 我應該先送這個不就好了嗎 對啊 想要跟他 繼續做朋友 或是約他出去嗎 我們可以先從朋友開始 所以是 先交換聯絡方式嗎 對 可以 我已經有追他IG啦 他還不經意地講出來 我現在說真的 我現在沒有在說假話 因為我很早知道他是誰啦 所以我追他 那你可以也反追他嗎 可以 一定可以 OK 好 等一下是不是會有互動的環節 對 我們先回去 聊聊一下 歡迎 Amanda Yeah Amanda 這真的太刺激了耶 你可以知道 我們不要再開玩笑 看兩位 你們優秀耶 你們真心的 Amanda 條件是 我條件也是要一百八十公分 以上 但我的原因是因為 我本身也很高 妳幾公分 我一六八 然後我又愛穿很高的鞋 對 所以如果男生沒有 沒有一百七十八以上 真的啦 我以為 不是 就是如果他沒有一百七十以上 我真的站在旁邊 妳會太搶眼是不是 對 因為我不是瘦的 我就是壯壯 對啊 我會太平挺拔 但因為我會想到小鳥依人 所以要一百八十公分以上 然後我很注重打扮 所以我會喜歡會打扮的男生 那特別是潮流的打扮 我會特別在意 然後類型就是 所以妳有在愛瘦子嗎 好愛喔 對 瘦子型的 瘦子型的 然後指甲要剪得很乾淨 對 指甲要乾淨 然後手指漂亮 我覺得這是因人而異啦 但是主要就是指甲要乾淨 就是這邊不能流過長 對 不能流指甲 這樣 對 然後 然後要 我覺得收入穩定就好 然後主要就是個性要有 因為我也是一個 喜歡笑的人 就他不能是太冷的那種個性 我們要聊得來之下 就是你如果開玩笑 他要能夠get到你 對 那種 Amanda的天菜 我們也找到了 我們來掌聲歡迎她 超流行 帥哥 一百八十公分 我可好帥喔 吵不吵 可以 可以 請問你是做什麼的啊 模特兒 你是模特兒 妳有沒有什麼曾經有一個作品 可能是大家可以搜尋到的 我之前有拍那個 曾沛慈的MV叫大風吹 然後是男主角這樣 算是我主打的啦 主打 主打 還有其他人 主打 你有在追蹤Amanda這個人嗎 有啊 你是講真的她的樣子 是你喜歡的嗎 我覺得她很漂亮 除了漂亮之外 你有注意到她的哪一個地方 很迷人嗎 我覺得她算 哇 哇 所以她跟我講的有點類似 就是你不覺得她有一種就是 很有自信的感覺吧 對 對不對 就是自信耶 對 你喜歡這種自信 我很喜歡 我覺得這樣很好 沒錯 禮物帶過來 跟你們一起 OK 好 來 我呢就是 其實我原本也是想要送香水 但是因為我覺得那個味道 比較 難挑 對 因為我怕我喜歡的味道 讓她不見得喜歡 所以呢我就相對找了一個 比較實用性的 我送沐浴乳 沐浴乳 對 然後這個沐浴乳呢 因為它是中性木質調 所以就是接受度會很廣 然後就是有點薄荷味 就希望你會使用 然後如果你也喜歡這味道的話 就可以 像起火醬 唉唷 你會使用嗎 我是喜歡的 唉唷耶 哇 很痛 謝謝 快來訂閱小姐夫息地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